你教会要是敢伤了小颜 就是拼了这条命 也不会让它好过 现在认输了 再磕三个头 我可以让你退下雷伤 笑 我会让你后悔得罪黄泉格的 竟然用尺座武器 是不过如此 是惹神而已 这不其实 竟然一些斗魂巅峰的枪手 还强不去斗 却无声望尘 必须要治疗他的斗宗了 蠢斗宗吗 若是再纠缠下去 恐怕会暴露身份 还是速战速决的 你已经失去了 最后的后悔机会 队名带队 我就能够杀 并且自行 还单击 就能够杀 脚子 暴露身份 巨大的 也不够杀 就能够杀 并且把 逼避 逼避 避 活着 蜂子 不够杀 这家伙竟是斗宗强者 小野军达到了斗宗层次 此次不简单啊 王臣这份恐怕要输了 白眉结束胜负未分 延至过早了 斗宗有毒河 斗宗 斗宗有毒河 我要让你见识王权和真正的河梦 王权谢绝 王权不是帝 王权 好 一火 你用的废物 把他扶下去 在下已经完成约定了 告辞 站住 我知道你是谁了 小妙 哇 是他 这家伙居然是硝烟 他疯了不下 他竟然真的敢来 竟然是他 没想到他胆子这么大 根本未将我风雷阁放在眼里 硝烟 那个被风雷阁通缉的硝烟 就是强谱获得 风雷阁三大找老姑娘的 九天雷鱼阵 并且从废天手中逃脱的 那个女孩 他竟还敢来雷杉 这小子居然就是硝烟 这下好玩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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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必要冲出去 交给我便是 他便是那个小妍 天哪 什么 被阁祖今日又想对我出手呢 残忆 几个月不见 实力确实有所长进 难怪这么嚣张 再嚣张也比不过你风雷阁 忠感一老七小 以夺七少之死 没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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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小子还不怕 连你一招也接不下来 这小子倒也狡猾 几句话 给你的那尊者无法出手 好浓郁的锋雷之力 这四方阁大会 倒是吸引了不少人 这些人实力都不容 这些人实力都不容 没想到踩到这里 就遇到了 凤青儿身边的两名长老 要是在这里被他们认出来 怕是无法再见到凤尊者 快快快 第五招 只要接下这招 就能参加比赛 来 可惜就差这么一点 不通过 能接下老夫五招者 便可由此路去参赛 当然 若是前来捧场观赛的 请从左边十道登山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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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此行目的只为巡逢尊城 还是低调行事 尽量避免暴露身份 下一位请上台 这位朋友 我看你已经达到参赛资格了 为何不来试试 这谁啊 不必了 对 我来此也只是寻人而已 对大会 没有兴趣 这小子看起来平平无奇 竟以这个高手 这家伙 也太嚣张了 此人有什么不对吗 嗯 不知道 我也只是在他踏入石道的时候 感觉我的火属性能量不度为下 多半是错觉吧 走 废天 真是的 风雷烈烈 屹立中中 风雷烈烈 屹立中中 风雷烈烈 屹立中中 风雷烈烈 风雷烈追尚 风雷烈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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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剑尊者 这一次你倒是来得快呀 剑老头还是这副臭武器 看来你对当年的那场比试 还是心存不满的 黄泉尊者 雷尊者 当年老夫只是息败于雷尊者 但比起某个在封尊者寿中 仅支撑了百余回合的人 却是强伤不少 这老家伙明明速度最快 却喜欢最后一个道 四名尊者都来了 臣可为群鹰汇聚 也不知这次大事 他不是封尊者 封尊者真是重情忠义之人 那将是助我解救老师的最大帮手 今日 是四方阁盛会开幕之日 雷山圣地 乃我封雷阁所在 本尊在此 感谢诸位远道而来 为雷山捧场天光 大会即将开始 望诸位遵守规矩 不要行出阁之举 风雷烈烈 一令中招 风雷烈烈 一令中招 本届大会筛选而出的参赛者 共有五十三人 老规矩 众人竞技 不可对投降认输者再动手 认输者离场 剩下的生死不论 绝竹四强 现在请参赛者入场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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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忠雷 加油 加油 他们的忍雷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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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风雷阁的人呢 这风雷阁怎么没人来啊 就是我风雷阁的人都有事啊 先下主要共围 海峰阁的人 Richtung 到齐大会比赛便正式开始吧 开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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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仗人多势众 和敌人太甚 随便打 这样这么大一拳 你我都没有胜算的 我们联手吧 地面人数太多 容易互乱出局 到时候 恐怕连逃跑都是问题 去吗 我们要奉亲二世纪 这次的四方阁大会必然是我们第一 那要问问我们万剑阁同不同意了 星鸢阁还没开口 有万剑阁算什么东西 打呀 祝福该打呀 快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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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下螳螂捕蝉 黄雀在靠 你们还没资格挡我的路 可恶 竟已完全看不透他的实力了 雷尊者亲自调教的弟子 果然不一般哪 风雷阁真是深藏不露 这届大会 应是风雷阁胜算最大 风尊者过誉了 你那女弟子也不是凡族之辈 若是施展天伦血脉之力 也是你轻易卫中的翘楚啊 王辰实力不及这几个 看来这次大会 黄雀就又会垫底了 不愧是中正 如此年轻的斗皇强者 只是四方可怕会 便吸引了如此之痛 凌雁阳 这家伙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几年不见 凌雁竟然也达到了多皇层次 看来这些年 他也有所奇遇 这家伙的身法 似乎很奇妙吧 就是 这左摇右摆的 属了好像是鸭子 凌雁阳这家伙 竟然还在起床 不对 凯雁阳这家伙 凯雁阳这家伙 听 不认输 这就认输了 我可才热身呢 你 不饶脸的混蛋 这就是你的遗言吗 怎么这样 这三块就会这样什么 你想干嘛 又死在这里了吗 你这家伙 来这种地方掺和什么 行 别出声 你怎么也来中州了 来者何人 为何干扰大会 此人无视大会规则 对认输者继续下杀手 诸位不去找他 为何还来问我 一个依靠运气闯到这里的废物 杀了就杀了 有什么了不起 你 黄泉阁的人看来也就这般素质 你能留到现在 不过就是靠着偷袭这等苟且的手段而已 有何可嚣张的 这小子真实不知死我 敢得罪黄泉阁 这人 你是何人弟子 黄泉阁如何 还轮不到你个小辈来评论 连我都看不出他的实力 这小子有古怪 我这朋友事先说了认输 但对方仍想杀手 一是违背了不可对认输者动手的规矩 雷尊者 尽快解决掉这些小麻烦 不要耽搁了大会进程 兩位认为此事该如何 按照规矩办事 冲撞大会举办者 雷杖五十下 逐下雷山 错可不在他 赏罚不明 你这是想让雷尊者顶个不公的名堂 封尊者所言不错 不如各退一步 让此人带着他的朋友出场 大会继续举办 如何呀 既然你对我黄泉阁的行事有看法 那么本尊便给你一个机会 让你与王臣比上一场 你若胜了 便可带着你的朋友安然离去 如何 这老家伙 一点斗尊应有的气度都没有 这王臣实力很强 若是不敢应战 那就给家师科三个头谢罪 再败我为师 此事便作罢 否则 你们走不掉 别冲动 放心 内院出来的人 绝不会低头 要占 便占吧 那家伙要是敢伤了硝烟 就是拼了这条命 也不会让他好过 好 我现在认输了 在科三的头 我可以让你毁伤了一身 哈哈哈 下来 我会让你后悔得在黄泉阁的 竟然用尺座武器 是不过如此 又是惹神而已 在新门上的头巾 你要是有任何帮助 你快见他 住手 怎么是 刘英雄 前面有际装 跟他人双方的 他们进行 要是队调 就要的 还是速战速决吧 你已经失去了最后的后悔机会 这家伙竟是斗宗强者 少年军拿到了斗宗曾死 此次不简单哪 王臣这份恐怕要输了 还没结束胜负未分 连织过早了 斗宗 斗宗 斗宗有毒河 我要让你见识 王权和真正的河梦 王权谢绝 王权不是地 王权 一火 你用的废物 把他扶下去 在下已经完成预定 保存 站住 我知道你是谁了 小妖 小妖 这家伙居然是萧妍 他疯了不下 他竟然真的敢来 竟然是他 没想到他胆子这么大 根本未将我枫雷阁放在眼里 萧妍 那个被枫雷阁通缉的萧妍 就是强生获得枫雷北 三大长老部下的九天雷鱼阵 并且从废天手中逃脱的那个 他竟还敢来雷杉 这小子居然就是萧妍 这下好玩儿了 有必要冲出去 交给我便是 他便是那个萧妍 怎么 魏阁组今日又想对我出手呢 残忍 几个月不见 实力确实有所长进 难怪这么嚣张 再嚣张也比不过你风雷阁 除了干你老七小 以夺七手之死 小子 红啊 尊者说真觉得 小子与风雷阁有这种 自己动手 是斗尊皆兵的实力 小子我怕连你一招也接不上来 这小子当年狡猾 几句话也逼得那尊者无法出手 小子无法出手 小子 小子 我都打算好 其中一个 小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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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